年底桃源市长选战备受关注 国民党派谁目前还没谈定 在地立委吕玉玲积极备战 不但拜会党内大佬一轮 还在桃源市议长邱益胜亲力协助下 持续扩张人脉 不但在15号出席春酒宴与党内高层会面 现在还传出与蓝银金主见面 那我当然是为了我们国民党政选 我愿意义无反顾的全力以赴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有知情人士透露 邱益胜带着吕玉玲 与绰号CK杨德义康董事长杨建刚见面 试图透过不同系统牵线扩张吕玉玲的人脉 桃源当然都在船桌议长立功 吕玉玲为了要参选桃源市长 那我们在地方的消息当然是确有此次 要参选除了基本的好行程之外 其实蛮关键的是对于市政的路线 跟选战的号召 跟未来的政政规划是什么 我走到桃源 就很多的沿路的朋友 要我选桃源市长 一路上都听到这个声音 我觉得我有义务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另一头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也积极布局 频繁在桃源走动 但却引来兰移内部不满 直呼他监督捞过界 加上围墙计划传闻不断 地方大佬不准兰移议员参与他的相关活动 参选之路增添变数 民进党在桃源市长人选还尚未提名 不过很有信心打赢选战 目前浮现的可能人选包括卫福部长陈时中 前立委郑宝钦以及现任立委郑运鹏 桃源市长选举关系到蓝绿板块的销长 两党将派出谁值得关注 赞订阅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记得桃源超过大